当年被抛弃后,祸不单行的朱卫音坦言,不怪林一连,不计恨李宗盛。 有一个影子挥之不去的前夫是什么感受?朱卫音最有发言权,躲得了李宗盛,躲不掉这个人的歌。 说起李宗盛的前夕,估计很多人只会想到林一连。 其实在林一连之前,李宗盛还有一段婚姻。 就是和香港知名DJ朱卫音结合,并生育了两个女儿。 当年李宗盛和林一连的爱情故事是一段佳话,演唱会上抱着及李宗盛一脸的忧郁沧桑,一手爱的代价让他想起林一连时,就泪流满面。 然而朱卫音才是他的正派妻子,离婚时两人都有孩子了。 林一连只是小三上尉,挤走了朱卫音。 而在1999年10月8日,朱卫音发表新书《真爱不死》,书中首度披露于李宗盛从相恋到结婚,婚变的历程。 他说,自始至终从未恨过林一连。 朱卫音说,离婚应该是两个人各打50大板,我以前真的不是成熟的老婆。 对于当年的第三者,他笑笑说,我并不怪他。 至于林一连后来和李宗盛结婚又离婚,然后什么内幕不确定,只确定俩人离婚了。 当年李宗盛,朱卫音,一个在台北,一个在香港,两人是如何结合的呢? 朱卫音在自传上的说法是,认识李宗盛是在电视机里,后来经苏瑞的介绍认识,很快就无话不说。 虽然两人婚后生活幸福,却不敌林一连的插足。 而离婚后,她的父母先后离世,金融风暴让她的钱亏光,甚至还染上怪病。 这个女人的人生天翻地覆,其实当年不是八卦媒体不够发达,而是朱卫音选择沉默。 我想给孩子一个正面的影响。 如果父母感情已经不存在了,不希望孩子生活在勉强在一起的家庭阴影中,更不希望她看到父母变成陌生人吵来吵去。 后来为了两个女儿,朱卫音很快就振作起来,在电视台总监张小燕的帮助下,重新做点牌DJ。 扶养两个女儿长大,其实一直以来朱卫音本职是DJ,过去是,现在依然。 那一次,她来到上海,将招派节目因为卫音带到Love Radio旗下越来越爱网络电台。 朱卫音是上世纪80年代初入广播界的,见证了粤语歌最好的年代,将于每周二、四、六二十二点在越来越爱网络电台播出的因为卫音节目,就将播放大量粤语老歌。 开播记者会上,得高望重的谭永林送上祝福,说,我还记得你呀,朱卫音。 离开香港多年,但朱卫音何尝不记得。 广播道上的商业电台,唱片公司的必争之地。 当时发片歌手多,电台DJ播歌次数直接影响歌手的走红。 几大唱片公司都派了宣传人员驻扎在电台,跟DJ搞好关系,用人情影响DJ播歌,更有甚者,守在直播间外,DJ下晚班拉着去宵夜,只要不收钱,连正公署就管不着,真是神仙一般的日子。 当时商台在余蓁带领下,节目影响大,DJ明星化,长野出唱片。 周慧敏,连以连都是BJ出身。 作为前前妻,朱卫音并不忌惮提到李宗正前妻林一连的名字。 在一个圈子里带久了,随便说说都是故事。 舞台山,广播道,轰动一时的翁美林自杀事件就发生在广播道上的小区内。 在充满快乐节奏的1980年代,这件事带给出入行的朱卫音很大震动。 最红的艺人自杀,为什么?当时我们都问为什么。 那么多人爱她,怎么会想不开? 朱卫音说,当时我不懂得,现在的我可以说,我懂。 当时的朱卫音是刚入社会的小女孩,现在的朱卫音,是一个离过婚,生过情绪病的职业女性。 她说,公众人物,再多长生鲜花,也是虚无的。 不足以抵挡生活里的孤独和困境。 不只是翁美林,张国荣,迈克尔杰克逊,惠特尼,休斯顿,多成功,也都被情绪困扰。 惠特尼,休斯顿要什么有什么,却跟一个酗酒吸毒还打她的男人在一起,最后走上绝路,鲜花掌声救不了她,身边这个人很重要。 如今,李宗盛的第二段婚姻也无奈结束了,第二任前妻林一连身边也有了小11岁的男幼龚硕。 但李宗盛却始终没有再婚,而作为第一任前妻的朱卫英,不仅没有记恨李宗盛,反而像朋友一样劝其再找一个伴,好好度过下半生。 反而他感恩工作,感恩给他工作机会的人。 虽然一口不标准的国语,但台湾的电台机构看重他在香港的经验和对音乐的把握,邀请他去做节目。 婚姻没了,工作还在。 离婚后他没有回香港,留在台湾,用自己的专业,作为一个DJ,在这个行业,这个社会里生存下来。 感谢台湾社会的人情味,这是最特别的地方。 朱卫英经常将感谢挂在口边。 她是个敬业的职业女性。 这些年,即使生病,我也一天没有停止过工作。 朱卫英说。 现在一周保证五天健身。 身体状态好,才能应付这么多工作。 更重要的是锻炼自控力,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,才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。 如今,连一连容颜交好,感情美满。 但朱卫英却难掩岁月的痕迹,不仅稍稍发福了,还略现憔悴。 但是在小编看来,宽容获达的女人最美,祝福朱卫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